7月11号,电影《诗姑原型》郭刚堂的儿子终于找到了 昨日,地方机关为其举行了认亲仪式 一家人紧紧相拥,让人看到泪目 27岁的郭刚堂终于在51岁结束了他漫长的选子之路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诗姑》的幕后故事 电影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山东辽城的郭刚堂 1997年7月21日,两岁半的郭震在家门口玩耍被拐走 外出回家的郭刚堂看到门口围了上百号人 心里咯噔了一下,堂叔告诉他,小六被人贩子给偷走了 郭刚堂当时就给乡亲们跪下了,只求大家帮忙找找孩子 妻子很自责,在家茶饭不思 27岁的郭刚堂很快就摆了头 后来他决定一人外出寻子,骑着摩托车走乡串户 有些地方去的不止一遍,跑了31个省份,报费10辆摩托车 好心的村民寄资5万元,仅两年就用光了 为了继续寻找孩子,他又借下了20多万 郭刚堂无疑不是最伟大的父亲 过程中,他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 当看到儿子的照片时,这些念头就都被打消了 这一路上他帮助很多人找到了他们的孩子 但是自己的孩子却始终没有出现 2015年,由刘德华主演的电影《世故》上映 这让很多观众都了解到了郭刚堂荀子的故事 他也收到了不少线索 遗憾的是,没有人匹配成功 终于在影片上映的第六个年头 他等来了好消息 儿子郭震在河南,两人已经DNA对比成功 案件由山东河南两地警方协同破获 《世故》的导演彭三元 第一时间将郭刚堂找到儿子的消息告诉了刘德华 刘德华直到后第一时间送来祝福 殊不知当初的刘德华是零片酬出演《世故》 为何以帅气形象示人的刘德华 要借个不符合自己的农村父亲角色 还是亲自投资的呢 张一谋曾说刘德华演不了农民 看来大导演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当年《世故》的导演找到刘德华的老板时 被一口回绝 毕竟在资本家眼中利润肯定是第一位 而当时的《世故》剧组不仅不能提供高额片酬 还需要到贴前才能继续拍摄 后来导演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刘德华本人 华仔拿到剧本后毫不犹豫地接演 为了这大程度地接近农民父亲的形象 刘德华几乎不够后果 任意在太阳底下暴晒日晒雨淋 《世故》拍摄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整个拍摄过程中 刘德华就这一身被汗水反复进去的衣服 这对他来说无疑不是一场大挑战 三个月为洗澡换衣服 硬是这么过来了 甚至用错磨坏了自己的指甲 连导演都感到意外 还说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但是刘德华却说指甲迟早会长出来 可是这部戏 要让观众看一次就记住 据说至今指甲还没完全长好 彭三元说刘德华扮演的农民父亲 让人真假难辨 还说最喜欢的电影中 刘德华布满皱纹尼购的脸部特写 暗淡空洞的眼神 诉说出了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这方话可以说是对刘德华演技的认可 刘德华也凭借《世故》中的精彩演出 《护德华表奖优秀男演员》 是中国官方对电影从业人员的最高奖项 而谁都不知道为了这部电影 刘德华放弃了自己最爱的东西 刘德华为了《世故》 放弃最真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据说当年拍《天若有情》时 刘德华摘下摩托车头盔 总会聊一下被压的头发 华仔在意发型的事情是圈内都知道的事 但是这个举动让导演杜琪峰很是不爽 两人因此还闹得不愉快 但是刘德华并未因此改变 之后每换一个机位就要重戳一下头发 可是拍摄《世故》时 为了追求真实 他选择长时间戴着头盔 头发被压的变形也没有任何怨言 这些细节反而是自己精心准备的 或许杜琪峰知道这件事 灰气的跳起来吧 刘德华在精神上是完美主义者 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却是现实主义 他愿意为了应该妥协的所妥协 虽然刘德华一直让人挑不出毛病 但是这也让他更容易遭到厌倦 当年杨丽娟事件和天王嫂事件发生时 他们只能挑剔刘德华的唱功或者演技 为了演好雷泽宽这个角色 刘德华可以说是牺牲了自己三十多年 在影迷心中白马王子的形象 《世故》的上映 因为刘德华的主演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年 郭刚堂在路上遇到了很多失出元首的人 2014年 他在辽城成立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 主编出版了《防拐知识会》 通过他的努力 很多家庭都找回了自己的孩子 如今自己勋自成功 郭刚堂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回应视频 表示郭震找到了 很感谢大家 因为案件还有很多细节在做 暂时不接受采访 只想回归正常的生活 也期待华仔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 对此各位观众老一门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和圈儿一起唠唠那些幕后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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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